7月9日,世界中医药师总联盟和美国加州中医针灸师联合工会 在蒙特利公园市举行2018第三届洛杉矶中国特色医疗国际研讨会 即中医药产品展销会新闻发布会 由世界中医药师总联盟主席新常山中医师担任大会主席 前美国驻华外交官Angus Simons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 美国加州中医针灸师联合工会会长陈永平担任大会执行主席 秘书长肖明强中医师担任大会总策划和执行主席 我们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其目的主要是我们2018年第三届洛杉矶中国特色医疗国际研讨会 和中医药产品展销会 即将在本年度12月1-3日 1-3号在洛杉矶召开 这是一次中医药界的又一次盛会 是由我们世界中医药师总联盟和加州中医针灸师联合工会 发起和承办的一次盛会 本届大会将于12月1日至2日在洛杉矶圣盖伯西尔顿酒店举办 是在前两届国际会议成功举行的基础上 根据目前全世界对中医中药和针灸医疗 及天然保健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的新形式 特别是美国鸦片类止痛药滥用和成瘾的危机 使反鸦片及寻求鸦片类药物代替疗法成为美国国策 而给予中医针灸作为最有效最受瞩目的替代疗法之一 进入美国主流医疗系统的新机遇的大背景召开的 那么我们这个大会的内容呢是中国特色医疗 那么中国特色医疗在我们中国呢是有五千年的历史 在美国呢只有四五十年的历史 所以呢在洛杉矶召开这个中医药国际会议非常有必要 因为这个会把我们中医最优秀的文化带到洛杉矶 那么洛杉矶的中医呢是纯中医可以这样讲 因为我们海外的中医不能用西药不能用西医 所以只能用中医中药而且是纯中医纯中药 针灸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呢我们洛杉矶的中医也很有特色 这样的话呢就在洛杉矶和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中医 都有他们的特色 那么把这些特色都汇聚起来 在洛杉矶进行交流 这是一件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第三届大会将汇催中国、美国、欧洲、东南亚 及世界各国的具有学术成就的中医针灸专家 和质量优秀的中医药产品生产厂家 齐聚在海外中医药人数最集中的国际大都市洛杉矶 交流各具特色的中医药针灸科研成果和临床经验 展出各厂家最优质的传统或创新的中医药产品 创新不忘本 拥抱中医特色 竭力服务美国本土民众及全人类的健康保健视野 全美电视台记者采访报道